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刚刚在这一节里面 刚刚说到教协 其实我知道我也认识一些同事或朋友 其实都对教协我之心责之切 甚至在Facebook里面 其实有一个若薇在那里面提过的秘书 其实都是我的同事 他曾经提出过 要求教协召开AGM 跟会员谈教协在整个政改方案的立场 但最终都没有实践 结果就是张文光说 不需要问你们 我猜你们都赞成政改方案内容 投了赞成票 我告诉大家 读书人不讲道理是最差的 赤先生一直以来都是为教协在教学改革 搞理论的研究功夫 其实他是教协里面的脑干细胞 可能不是只有他 一个长期依赖 曾经在教协里面当选的常委 理事 而且负责理论工作 在一个这么大的转折 你自己的行为 和你过去的理论思想 是完全截然相反的时候 你叫这个人收声 你和共产党有什么分别 是不是 搞文化大革命 我们党已经决定了 你搞什么 我最深的印象就是 我在6月23日开始受他们攻击 有远有眼 有些是真真 有些是假意 就叫我道歉 我就想起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也是 当日搞三面红旗 搞得大大祸 就向庐山开会检讨 本应是反左的 反冒进的 只不过 上山多人讲意见 老毛就觉得 你是不是想搞我 好虽不虽 彭德华就变了那帮人的代表 他就是蔓延书 整个会议的调 就由反左反冒进 变了反右 是不是 这个会议成绩里面 当日也是的 6月23日 因为有个叫长毛的人 说过斯洋华 纵口一次 就说这个人要得 快去道歉 那就即使 是将会议的题目转 拼命 第二也是有骂的问题 当日 这个彭德华和华东 彭德华就是 你骂了我一百次 粗我娘一百次 我粗你一次不行吗 今天你斯洋华随口骂人就可以